我们可以看到大陆的国务院总理李强 那么上任之后的外交首秀 博物亚洲论坛是2023年开幕式30号举行 同时他也表示了大陆呢 是不会透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 将实现 将这个方式实现现代化 也会持续扩大一个市场的规模 国家之间的争端应该是用和平的方式 反对单边制裁长臂管辖跟集团的对抗 那么这个博物论坛是从28号到31号 主题是不确定的世界团结合作迎挑战 开放包容促发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与疫情的关系都是线上 那么线上线下今年是完全线下的方式 在整个年度的报告 今年亚洲的经济体GPT预料会增长4.5% 那么也成为暗淡世界经济中的一大亮点 全球的治理将会进入到亚洲时刻 同时呢论坛的秘书长李宝东也就表示了 大陆经济反弹已经有一个强烈的讯号 成为世界不稳定中的稳定 大陆给不确定的世界带来确定性 因为确实现在这个经济的数字 全球都不那么乐观 我们请要杨明哥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最近中国大陆整个的调性 在习近平的第三任期 那整个布局就是他要布局全球 而且其实已经有一些这个初步的成绩展现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其实连结到我们刚刚前面讲到 泽伦斯基在这个时间点去跟习近平喊话 对 希望可以见面 对 而且他是在接受美联社的时候专访 美联社是美国媒体 美国的一个重要的世界三大通讯社之一 他在美国的媒体面前跟习近平喊话 这逻辑不对 如果今天比如说假设是中国有媒体去访问泽伦斯基 然后呢泽伦斯基 我想跟习近平喊话 对对对这比较合逻辑 所以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泽伦斯基不是真心想跟习近平会面 他是要透过美国的媒体告诉美国说 如果你们把我抛弃 我就会去找中国 还有他背后的意涵 那为什么 因为泽伦斯基看到这个世界的风向球了 发现奇怪 这个在他见完普丁 然后呢在这个整个 包括沙务地亚阿博跟伊朗的和解 包括这个沙务地亚阿博 接着去投资 包括刚刚我们那个新闻也有提到 巴西也开始这个去美元化 泽伦斯基会有点紧张 但中国又再次崛起的时候 这个整个世界的秩序 会不会不再是美国独霸 尤其美国最近有点 老实说就是有点走下坡 对就是说他们 刚刚讲的嘛 这国内的局势没有那么稳定 民主国家最大的变数就是 我现在可以挺你乌克兰 但是当我的 我要选举了 如果挺乌克兰没有选票 国内的民生议题没有解决 这个议题就会很快速地 被美国民众美国民意抛弃 泽伦斯基自己是 就是担心被跑 他自己是靠选举出来的人 他不会不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他得要跟美国政府 等于说某种程度 他在展现他被当棋子的功能 你美国把我搞到现在 已经是这个战争 已经是你知道我都不知道怎么收场了 如果你在落跑 我怎么打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 从这个再继续带到 现在这个时间点中国大陆在做这个 因为柏拉论坛本来就是一个 很长期做的这个 这个其实是在前一波 之前我们那个当中某些人在讲 所谓全球这个地球村 全球化分工的 这样的一个世界的逻辑 就是全球区域整合的这个逻辑里面 产生的这个论坛 而现在对中国大陆来讲 在疫情过后快速的这个展现出一个 他是一个泱泱大国的气度 或说他的气势 我觉得透过这个柏拉论坛 也让许多这个 跟中国大陆长期往来的这些 所谓的盟友 能够快速了解中国大陆 现在采取的策略为何 所以你发现其实像包括像 我觉得像李显龙 这个新加坡总理 他在里面其实我觉得讲的是 非常的中肯的话 他不会因为说 今天是中国大陆你主办的 我就这个我就不讲你的这个问题 不把问题点出来 所以大家实在知道 我觉得这个对整体世界是好的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国家都会有一些忧虑 尤其在中美长期对峙的这个状态下 很多国家都在不知道我要压哪一边 好 那所以这个时间点 中国大陆展现出一个气势 就是说没有我们不玩集团对抗 把这个把一些调性提出来之后 很多的盟友可能就不会那么害怕 他不会说 我今天跟中国大陆交往 我变成现在要压宝 如果我压错了 可能会被美国报复 然后我如果压错了 会被中国大陆报复 没有 目前看起来 中国大陆试图用比较软的调性 对 他也试出了嘛 他表示说应该是和平方式 他也反对单边制裁 没错 没错 所以单边制裁是讲 是在讲谁就讲美国啊 对 其实你要知道 美国在对付中国的这个竞争当中 比极权国家还极权 他们的用民主的手段 要透过国会这样的手段 不断行使极权 比如说劲斗鹰 比如说就有很多的逻辑是很奇特的 搞到连美国现在本土的 年轻的族群全部反弹 他们甚至有看到之前抖音的听证会 在美国的国会上演的时候 他们很多年轻的网友看到那个影片 他们觉得 这有点像之前强力大夫跟他太太的法庭对战 有没有 然后大家网友吃瓜 然后看影片 然后我们的国会议员水准怎么那么差 然后所以我觉得现在 就也引起了反弹 对 现在他们会反弹 可是这一群国会议员 他们因为我觉得民主国家会有一个盲点 就是当国会多数就自意妄为的时候 这在台湾其实已经发生了 会导致民主的危机 而当然这不是说集权国家就一定好 而是说在整个世界 这个很多的这个 这个最近东方都讲百年变局 就是面临很多的变局的时候 民主国家解决问题的方法 常常会最后走向极权 这是一个很讽刺的现象 所以我说现在的美国 但是最终他们还是得要 透过一个民主选举 然后到时候就会回到国家利益 就本来都我在这边说 民主同盟 民主同盟 最后会回到美国利益 可是中国大陆他们现在就释放一个 一个调性就说 没有我们不玩这个游戏 好 所以这两边 这很明显就在跟美国竞赛的这个 这个竞争的这个角色又出现 好 然后不断的去戳这个美国的这个痛处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的其实 博物云团从很多的方方面面的这个讯息里面 都可以看出中国大陆正在努力成为另一个核心 另一个目前要成为这个世界许多国家的一个盟友也好或是核心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回包含了新马拉还有西班牙以及接下来甚至呢还有更多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啊或者总理都会来到大陆 那我们看到新加坡总理其实他在出发之前他也接受了央视的访问 那他也表示说现在最让人担心就是中美关系 海黄鲍鱼干贝AXO酱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味道马上升级 他蛋白质是鸡肉啊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呢矿物质远高于鱼翅啦燕窝之上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袋吧 CTI 627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哦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